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 我们有一个home studio 其实 任何人都可以有一个home studio 只要你有一个合适的空间 这个空间不必多么fancy 它可以是客厅的角落 卧室 储藏室 地下室 壁橱 你妈的卧室 这些都是可以用作home studio的空间 我们的home studio就在客厅的角落 我们在这里写歌 排练 录音 混音 母带 除了电 一切都是免费的 我没有为这次的专辑买任何乐器 这些乐器都是我以前就有的 比如说 这把bass 它很便宜 你们才猜有多便宜 对了 它是免费的 它是我在德国租房时捡到的 我以前的房东丢掉的垃圾 但是 拥有什么样子的乐器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必须拥有一个用手机APP控制的 氛围灯 这样一来 不管你用什么乐器演奏 都会很有氛围 这里 是我的混音空间 我的电脑 声卡 和我的音箱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需要拥有一台 可以升降的桌子 你还需要足够的 线材收纳设备 这样就可以避免 久坐 和杂乱不堪的线材 带给你的身心伤害 你也这样也有话 我说 这个布链 也是我们设计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用我们的旧床帘改造而成的 专辑制作进入后期的时候 混音师往往会处于造狂状态 这个时候拉上布帘 即可有效避免混音师与其他人类的接触 它是用来隔音的 让我来给你们示范 这样我们的Home Studio就介绍完了 要想不花钱做一张专辑 除了拥有一个Home Studio 你还要学会自己演奏很多乐器 比如说 通通在狗日子这张专辑里 演奏了Bass Bongo Auto Harp 在温柔的地方将胆怯埋葬 我的夜晚如晨光开始 钢琴 太阳正在笑着 黑管 黑管 黑管是哈迪演奏的 有的时候 冤枉钱 还是要花的 在如今这个 人人都很容易居家隔离的时代 在家低成本制作专辑 已成为当今音乐人 必不可少的技能 是 你不重要 你多钱 你多钱 既然你 很厉害 和劳力 工作 非常开心与您分享 我们的专辑制作经验 Ciao